在台湾生活,一听到少女的祈祷 你就知道是时候出来追垃圾车了 很多住在没有管理的大厦里面 都要追垃圾车的 星期一扔些什么 现在正在听了 星期二扔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小小管理的屋园里面 这里很好,这里有自己的垃圾分类 我不用追垃圾车的 这件事是很方便的 你不用定时定下去垃圾 我任何时都可以下来垃圾车 不过就一定要自己做分类 怎样做分类呢?其实都要学的 现在就去片段 来到台湾,学会了一件事就是 有分类就是资源 没有分类就是垃圾 怎样分类呢? 我来到这个年纪才学会的 以前都不懂得分类 这个算是什么呢? 这个是平时我们吃的便当盒 它怎样分类呢? 其实这些纸是可以再做的 在做之前第一件事就是清洗 把剩下的东西扣上去 然后要洗干净 然后把它放进垃圾箱 我住这个小区 它就有水龙头给你洗干净 然后就分开了 这个是属于纸的 就放进去纸 大家看一看 这个属于纸的 就放进去纸 这个属于塑胶的 就放进去纸里面 然后呢 我把垃圾都放进去 这个属于纸的 这个属于纸的 这个属于塑胶的 就放进去纸里面 就放进去纸里面 这些属于纸 全部都可以再做的纸 那这些是纸 然后呢 这些属于 这些是厨余 厨余都可以回收的 厨余都可以回收的 厨余都可以倒在这里 水果皮 食性的水果 那这些是什么呢 我以前以为这些是塑胶 原来这些不是塑胶 这些属于什么呢 一般垃圾 对不对 这些属于一般垃圾 就是分不到类 基本上呢 台湾的分类就是分一般垃圾 纸 塑胶 还有还有就是金属 我今天是没有金属的东西 金属就是这里 就是罐头那些东西 就放进去金属那里 纸就是分纸 塑胶就是塑胶 然后呢 厨余呢 我这个小区的厨余就在这里 是的 如果分不到类的那些 就放进去 一般垃圾这里 那才完成了这个垃圾分类的计划 如果不分类的话 要罚钱的 这里写得很清楚 那么 台湾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 我觉得分类的 垃圾分类这方面做得很好 我亦都看了一些节目呢 譬如说那些纸 譬如我刚才试过那些便当的盒 一定要洗干净 如果你是洗得不干净呢 它是不可以再回收的 变成垃圾 它回收之后呢 变成了纸张 可以再做纸 还有呢 连那些胶都可以变成一些炎料 用来发电的 所以塑胶也好 纸也好 金属也好 全部都是 有回收就是资源 没有回收就是垃圾 这件事呢 我们要向台湾多多学习